我是海妈还记得去年的时候 我们这一片鲜花农场 全部都种满了大花飞燕草 我们实在没有空来赏花 趁着干饭的时间 都要穿行在花丛中 寻找这个蓝紫色的浪漫 大花飞燕草是一个很昂贵的切花 它是线性的材料 花絮达到1米2到1米5 它可以奈寒到北京陆地过冬 两广春节期间开花 然后高敲而疏落 我这个大花飞燕草的测试是 从11月份 然后开始之后 3月4月5月 和我的玫瑰花同期开放 和我的铁线帘一并开放 这个时候粉色龙沙宝石 和蓝色的大花飞燕草 往往成为我海地的花园的招牌与经典 正常说的是每一个月 依查在底部起排下来抽花键 一直可以开到7月份 直到我们花园里面 开始每天暴雨 把它淹死为止 这个植物是一个花园里面搭配的节奏植物 在低光照环境 依然可以很好的开花 楼顶花园更好开花了 在阳台 稍微花盆达到21到22厘米的时候 也可以很好的开花 我们去看到很多的国外的花园的照片 尤其美妙的时刻 都是离不开大花飞燕草的 好了 关注海放 陪你种花 拜拜 现在栽种正当时 大花飞燕草是冬天栽 而不是春天栽